她是釋放形狀动 还尽可能常常与很多人发生不同的信息 所以当我们的体验会釋放这样的东西 或是 你听听看 当我们青春期越来越长大的时候 女生可能会长会提升 可是男生的搞不同可能会是 激增到原本的25倍 所以某位学家他就说 搞不同的激增 或将男孩子的大脑 这完全是因为创造一个 里面的很自然的 会浸泡在一个 对于性跟肉体的追逐当中 变得比较沉 所以对大卫来说 凯拉就是常常会有不同的变化 可是他不知道 大卫完全不知道 他会对凯拉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所以其实在心理学家的预测当中 两性大脑结构跟功能有显著的差异 我们很快就应该要采取 不同的方式来面对 我们有一天也必须要教育我们的小孩 或许我们现在也在接受性教育 或许有一天你有机会跟一些学生分享 那你知道该怎么去教导他们吗 那我们的孩子必须在他们开始探索 以及实验性行为之前 知道费洛蒙跟贺洛蒙的事 也必须知道神经 科学怎么样来引导我们 触摸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大的威力